再见我的爱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见不知哪日才相见 我的爱我相信 总有一天 再相见 但是我想问一下柴姐 因为柴姐刚有注意到说 如果要成为一个歌手 唱歌的表情要注意 那你看 你现在手为什么一直在抖 她紧张啦 她好紧张喔 那看她唱歌你会觉得 表情有没有需要 其实我觉得她的歌声表情 跟她现在这首歌的搭配还不错 我比较质疑的是 那件衬衫谁准备的 这件衬衫 我自己 那衬衫上面又戴的那副墨镜 你的想法是什么 帅 是吗 对 就是这是一个浪子是不是 对 就是一个浪子 然后她跟爱人说再见 但为什么要戴那支皮箱 一咖破心 想想 就是想说一个桥段就是说 戴着这个皮箱 就是要跟爱人就是 挥 挥别这样 然后就是来到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公园 来到爱的公园 对 然后就是回应一下 你自己设计了吗 就是有跟老师那个制作单位 聊一下 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浪子不要戴皮箱 对 通常浪子怎么会说 回家还收拾一下家里面的航档 然后再出来流浪咧 然后我觉得那个衬衫跟那个墨镜 是显得矫情了一点 那当然就是说 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因为可能因为紧张 你的手到现在 还插在头袋里面 从在书到现在 对 怕我还要掉了 不是 那个掉在 一直把我裤子往上拉 很紧啊 音响演唱 难怪你高音都唱这么好 有吊起来的感觉 来 周志平老师 是针对他演唱的部分 我觉得 我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 他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他也非常紧张 对 你看他现在站的样子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站 拿来麦克风手都会抖 然后手都一直插在口袋里面 来稳定他自己的情绪 可是只要他开口唱歌 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你就可以听到他歌声里面的力量 我觉得他是很难得的 我建议你将来如果有机会出唱片的话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唱歌 唱完你就走 你不要接受访问 什么都不要 不会啦 我觉得他刚刚讲吊带那个还蛮好笑的 他讲吊带那个故事 唱片又可以多卖2000张 因为有人缘 带他 太可爱了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时代 还会有人说 指引你的外型去影响你的歌声的话 那是观众的不对 那不是跟你没关系 OK 好 言下之意我们听起来呢 一片这个对你是这个赞赏之声 只是觉得这个造型 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争议而已 我们来看看你可以得到几分 请评审给登 杨宗伟的演唱 再见我的爱人 20分 谢谢 固定的啦 好 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那位衛冕者 现在只有一个人周定伟在那边 所以请你躺上衛冕者宝座好不好 20分 满分 恭喜他 他还记得要带皮箱 很乖喔 好 非常可爱的一位参赛者杨宗伟 接下来欢迎到这一位呢 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 每一集都看的话 你会知道她是一位 创作型的这个小女生 她写了很多歌都是从生活中出发 那么今天呢 她选唱反而是比较轻快 因为以前的这个创作可能呢 包括上次这个对姐的祝福 让大家流下了眼泪 但今天她选唱的是 Can't take my eyes of you 比较轻快的歌曲 欢迎来自苗栗的陈廷慧 掌声欢迎她 《乐战猎路人》是影史上首部 《乐战经典片》 由劳伯迪宁洛主演 而Can't take my eyes of you 这首歌就是她的电影主题曲 翻唱的版本相当多 而且歌剧特色 真正的原唱应该是 法兰奇瓦利 是著名的白人灵魂乐团 我没有娃娃般的甜甜声音 坏坏的脾气让你生气 一向以创作歌曲 博得评审一致好评的陈廷慧 这次放假创作身份 带来这首知名英文老歌 Can't take my eyes of you 是不是也能唱出好成绩呢 But in the way that I said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longless love has arrived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You can't take my eyes of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And it i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hold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You're a pretty baby Don't really doubt I pray You're a pretty baby Now that I've heard you say Oh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tonight Oh let me know that I can't take my eyes of you 來自陈廷慧的演出 謝謝我們的舞者 好 陈廷慧今天對妳來說 在表演上面比較大的心理障礙 會是高跟鞋還是舞蹈 都是 就是穿著高跟鞋跳舞 對 那為什麼不選擇平底鞋就好 因為 鏡頭上面看起來 更漂亮是不是 好 那演唱的部分 我想這個張宇老師 你應該還算是會唱歌的人 但是我如果在錄音室裡面啊 你看看這一段唱完 我沒有一句是可以用的 欸 你們現在有在就是說要比說 今天誰講哪一句最好 沒有... 但是我覺得你可能是因為 你...我覺得 譬如說你可能是因為緊張 也可能是因為你全身的打扮 讓你全身非常的不自在 所以自然會影響你的演出 但是如果我只是就歌聲的部分 來評斷的話 其實我的評語就是這樣 好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分數 到底陳廷慧這次的分數 會不會不太高呢 請給登 陳廷慧的分數 這次可以得到幾分 好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分數 到底陳廷慧這次的分數 會不會不太高呢 請給登 陳廷慧的分數 這次可以得到幾分 十分整 好 目前是沒有達到過關標準了 不過陳廷慧其實在選歌方面是 就是說很小心謹慎的選了嗎 妳覺得 不算 就是自己不算 算很小心 所以真的要小心 因為搞不好這個突然 這個沒有人比妳低分的話 就沙尤娜娜永遠再見 因為生活中的陳廷慧 遇到這樣不擅長的指定歌曲 拿到低分落寞的離開舞台 接下來的參賽者 能順利帶來精湛的演出嗎 接下來要歡迎這位參賽者呢 他說 這一次的比賽 將是他選擇餐飲業或演藝圈的 一個重要轉類點 因為他是一個小廚師 是豬排師傅 那諸位這個評審注意 如果讓他過關 可能可以吃到比較大塊 但是還是要憑他的實力啦 馬上歡迎來自台北 24歲的鄭志文 他要演唱的是 一樣的月光